这名消费者则是在台北市东区的地下街的视频店逛街 逛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没有买东西 店长就走过来告诉他们说 两位你们要不要再想一想之后再来买 他觉得不舒服 就跟旁边的朋友觉得说 是不是要投诉一下 一听到投诉两个字 店长突然暴怒 抢走了他的手机重摔 然后再拉下铁门报警 大力拍用力挡住镜头不给拍摄 店长态度超凶狠 不是没有钱买 你们不一定要你的钱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要尊重人家 好 你这样子还要投诉别人是投诉什么 你投诉我就告你 落狠话扬言提告 只是店长暴怒的原因竟然只是嫌客人逛太久 他就直接跟我说就只有这几款 那你们挑这么久在里面逛那么久 那也不买 然后他就把我的铁盘给收走 回想当时柯小姐觉得好委屈 八晚间六点多 他跟朋友在逛东区地下街 在这间饰品店逛半个多小时 店长竟然上前告诉他 挑这么久 要不要想想再回来 没几分钟店长又做事赶人 柯小姐上朋友说想要投诉 没想到店长听到投诉就开始抓狂 拿起他的iPhone 然后对着我的脸 然后他就直接拍我的脸 直接录 那我为了要反收证 我也拿起我的手机 直接对他录名 对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非常生气 就抢着我的手机不放 做事要摔他 双方一眼不合其 争执还发生拉扯 柯小姐是受被抓伤 但他心团的是 朋友手机竟因此被重摔摔破 事由店长更拉下铁门 把警察都给叫来 他是被击到了 但是听到我叫他不要来上班之后 他就开始后面了 老板说店长当时被对方偷拍的动作激怒了 才会一时失控 事由双方和解 店家也答应赔偿手机包摩费 更开除了暴怒店长 只是逛街不买进遭到店家恶言相向 难免在当时的心里造成阴影 接下来我跟李湘以台北报告 字幕提供 李湘以作曲 李湘以作人 林真真 Kimm 父亲 李湘以作人 故障时被查到